竣歌iz給作曲 詞歌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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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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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絮日河河 五月未кам 紙上滄穹重回星河 竹梦江山路正路 望天涯不蹉跎 歌姬府里大衣出鹅 从山如柳春秋唱歌 过云新帅连百姓 路骨热血举黄河 好男儿只在四方 推逼三舍对承诺 只愿千下太平骨 好男儿只在四方 不把礼秀干戈 千秋共我人平说 好男儿只在四方 只在四方 你替寡人拟旨 命太子督造龙舟 令崇儿宜吾 夕月那日都到取我饮宴 有时遵旨 更立太子一事 事先不要透风 以免生变 唯 这是朝中刚刚送来的信报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这个晋猴 他又在搞什么鬼啊 居然要在屈卧办夕月宴 还要叫姨吾跟你一块儿去 他又在耍什么花招 这一路向北不出几日 我们便会出尽入敌了 难道真的要折返吗 对啊 咱们说好的事 不会又会有变化吧 我就想跟你去趟敌国 怎么就这么难啊 晋儿 此次君父在屈卧办宴席 照我们都回去 证明君父想享受天伦之意 也证明宫中的事态 早已平息了 我想君父也想借此化解干戈 这件事情啊 对兄长是有益的 所以我们必须回去 等这次屈卧办完事之后 我们就立刻去敌国 好吗 什么 我刚从北上够来的装备 这又要回去 我不去 不愿意趁早走人啊 又没有人愿意拉着你去 我才不回去呢 这点损失对本公主来说 算不了什么 大不了我送人好了 去屈卧呀 好呀 我正好可以找我的晋猴外公 替我做主 促成我跟公子的婚事 倒是你呀 想去不去 最好是别去 受得尴尬 你 也好 也好 到了屈卧 我就把你交给君妇 由她管着 你就老实了 这盈月公主的倔强啊 全天下 也就只有公子能治得了她 这个丫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成大董事 不过到了屈卧之后 把她交给君妇 我也就不用管她了 朝中老臣 糊涂 赵素等人皆已隐退 侍卫虽还在位 但已失势 李克凡事不出头 明哲保身 眼下啊 是循熙最受国君重用 总览朝中大事 官生私寇 又成了小公子 稀奇的太傅 余下 是黎氏一脉 国君废长 立右之先分明 身上的太子之位 怕是要当到头了 此次 驱卧赏月 怕是要对太子 下手了 刚刚接到书奏的时候 我本以为是 是君妇势独情深 念及我们兄弟三人 可没想到啊 得到宫中内线来报 君妇居然 已经命太补战士 并且准备 更立太子的仪式了 所以说 此次西悦家宴 必定要与我们挑明 然后 祭祖 策立新太子 神圣这个呆子 他现在居然还在操心大宴的菜市 赏月的龙舟 我 说不知 他已经中了他人的算计 太子秉姓仁厚 这些年 又为晋国屡见功勋 可这又管什么用 手中无权 就只有伸长了脖子任人宰割的份 如今的形势 是人人看得分明 为什么太子自己倒是看不明白呢 可惜啊 神圣当太子 没我什么事 西齐当太子 也没我什么事 这次居我之行 我只是看戏罢了 看完了我马上就走 屈城虽小 可是在此 我说了算 我乐得自在 你把齐江戈在义馆 带我一个人来这儿 寓意何为啊 难道 你想和我说悄悄话 以前 我当你是小孩儿脾气 玩心大 不与你记下来 可你现在已经到了娶我 应该仿端正心 现在君父就在里面 我已经替你提前请奏了 你一会儿自己去吧 至于你以后 是留在这里还是回秦国 你自己 自行定断 你 你在说什么呀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什么玩儿心中啊 我的一颗心都在你身上 我怎么收 我哪儿收 还有啊 去我又怎么了 不管是蒲城还是别的地方 我都是为你而来 你干吗走马往外推呢 冲儿 你到底想干什么 银月 你不要胡搅蛮缠好不好 如果现在是 身生大哥在此 你也如此称呼他吗 身生又怎么了 他虽是晋国公子 我亦是秦国公主 难道让我跟他 行礼不成吗 你说薄姬夫人 如此英明大怒 你怎么救人 半点都不想他 对我这样也就罢了 这是身生大哥 你跟他有救生之辈 难道 你还如此阅礼不羁吗 我就知道你会拿 备份的事情来说教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人哪 脾气怪得很 别人都说行的事情 我不一定会去做 别人都说不行的事 我偏要去做 还非做不可 你 好了 说到底啊 你还是小孩子脾气 我不与你计较 好了 军夫在里面等着你的 去吧 快去 他刚才的眼神 好温柔 笑容好暖 要是他一直对我这样就好了 静儿 想什么呢 这么重视 你可还记得 当年我们在宋国之时 你为了我 在初春时节 制造出盛夏的美景 那小小的池塘中 开着一朵朵彩练 那景致 当真是很美 那 跟这里的景色相比呢 那日的景致 对于我来说 是最美的 眼前的景致 就算再美 那我也觉得比不上 那我倒不这么认为 你看这里 碧箍万晴 敬怜妖嬢 景色天然 远胜于当初 姜儿怎么也学会 口不对心啊 我就是因为心口如意 才这么说的 我相信 这世间 胜过当日的美景 一定不胜美举 可我偏偏就是喜欢那一日 就算 这天下的仙境 陷于我面前 我还是不忘初心 不复当初 你笑什么 你接着说嘛 多说几句 这样对我表白初心 筋定如初的话 我爱听得很 姜儿 其实 我跟你一样 也是不失初心 不忘当初 但是 我更珍惜眼前 在我心里 只要能跟姜儿在一起 就算眼前是荒漠 我也觉得是仙境 你今天是怎么了 居然都开始会说情话了 我原本以为 你这辈子都不会跟我说这种话了 姜儿 以前呢 处处都处于忧患当中 自是难言 现在内乱一平 我跟君父 还有兄长都和谐了 而且前庭后宫也都安定了 是时候该给你承诺了 此话当真 那 盈月的事情也已经解决了 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起了 是的 盈月现在 我已经把它交给君父了 相信君父会给了一个顶多 让我和崇尔成亲吧 让我和崇尔成亲吧 你说什么 我嫁给崇尔 不比齐江更趁你的心意吗 齐国虽然强大 可他远在东方 元神救不了晋国 我晋国和秦国 比邻而屈 如若两国联姻 这对你更有利 公子 季兄 公子 子退有要事来禀告 什么事 你倒是说呀 什么事 公主让我说的啊 公子 这盈月公主真是不能小看 你呀 前脚把她送到国君面前 后脚 她就向国君请旨了 什么 请什么旨 难不成 她还能向我君父请婚不成 公子 你说对了 这 这简直是胡闹 我正去找她 姜儿 公主 就算刘月公主在乎她 我相信旨女也不会答应 公子 你真是神了 你全说对了 国君啊 她真没答应 可是 她也没拒绝 她只说 后宫之事把 全权交由 离姬夫人来处理 她以后不便干预 是什么 由离恒来定夺 就这个意思 你是不知道 盈月公主现在带着重力 拉了好几马车去拜见她 搞得那阵势特别大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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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离恒一向不对付 她一定会顺着 盈月的意识来弃我 不行 我还是要去找她 姜儿 你放心 要是离恒决定这件事情 她定是不会同意的 说得也是 任何人去向她请指 她应该也不会答应的吧 因为 她心里对你还有气呢 姜儿 别人怎么样 我管不了 我能做到的 就是不负你 你放心 明日晚宴上 我就向君父奏命 为你我请会 我请你 公主这是何意 眼下天气温暖 你却送来这些皮毛 莫非是想戏弄我们 少纪夫人不明白 难道离纪夫人 也不明白盈月的心意吗 岩石送毛球 提醒我等 须居高律缺 耻满幽盈 安而思危 备而无患 盈月公主用心考究 自是一番好意 我心领了 果然聪明 我就是喜欢跟聪明的人说话 坦白又省省 盈月公主 有话 尽可直言 我想与崇尔成婚 做你的儿媳 你觉得如何 你还真是直接呀 早就听闻秦国人彪悍 果真如此 彪悍 谢了 你是想说粗鲁吧 不管什么样的词 在我看都一样 为了达成自己的心愿 本就应该直截了当 不必遮遮掩掩掩 离纪夫人 你与崇尔的旧事 我虽远在秦国 但也知道颇多 你二人从孪仇奉吕 变为母子 不就是因为错失了时机 而被耽搁了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既然如此 又凭什么以为 我能应允你们的婚事呢 你还真是个小孩子 我姐姐执掌进宫 什么好东西没有 会贪图你这些 眼下你执掌进宫 自然要什么有什么 可若有朝一日 晋猴过世 无论谁继承军位 你能有好日子过 一来 你们有母国相助 二来 你孩子还小 依靠不上 晋国的宗亲臣子 都对你颇有敌意 你将如何自保 如何善终 我为你送来冬衣 就是结盟之意 今日 你若助我与崇尔成婚 他日 我必保你们母子圆满 怎么样 好的 这就是你我今日至今 如今 连一个小孩子都可以拿将来 要挟我们 还没看清楚吗 明日晚宴 国君废了身生 西齐就是晋国太子 再熬歇时日 等西齐即位 你我便可主宰一切 人人又何妨 姐姐 你真的要为盈月和崇尔请婚吗 这桩婚事若是能达成 最痛苦的莫过于即将 而崇尔也会难受 对 那个盈月 终归什么也得不到 我倒是乐见此事 既然如此 就让我来替姐姐 做个了断吧 参见君傅 君傅 你看这龙舟 弘大坚固 行动时如同平地 非常地舒适 登州观景美不胜收 浪涛藩涌 更有弃吞山河之势 请君傅检验 太子有心了 国君定要好好犒赏太子 那是自然 这船真大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船 卓子 你快看 这船上竟然有几十个舵手 他们一起华将 那速度还不像飞一样啊 君傅 我们要上船游湖 好啊 都上船 都上船 国君 孩子们还小 船上风大 就别让他们上去了吧 没事 一定要上船 孩子们想玩就让他们玩吧 慢点 姐姐 你不是还要为晚宴 做些准备吗 你们怎么不上来啊 国君 我和姐姐 先为晚宴做些准备 就不上去了 也好 你们去忙吧 晚上的事情更重要 我还是第一次登船游湖呢 也不知道这个船稳不稳 我胆子小 冲儿 你一会儿可要寸步不离地保护我 我们齐国东街大海 内湖云集 什么龙舟没有见过 不像某些人 我才不像 正好你不去 小儿又闹得厉害 你不如和我一起照看她吧 好 好 静儿 那我去了 走吧 走吧 开船 再见 快 来 二弟 来 干 龙舟长风破浪 游王之前 正如我靖国之运 气势长虹 寡人 心中甚喜 来 与寡人共饮此绝 君父 君父 营月公主很重吗 我儿为何会有此问呢 你看 他趴在船路边 船都向那边骑邪了 好 好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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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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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霍起恭维的陈州事件中 太子深圣舍己救父 猝然走势 令人无限惋惜 后世感其人孝将驱沃吾命名为太子坛 一红碧水 至今仍在默默平调天下第一孝子 幸亏我命的 国君情况如何 好 国君年老体弱 又呛了那么多的湖水 伤及肺弱 而且眼底出血 可能脑部也会受到损伤 情形十分凶险 十分凶险是有多凶险 还能不能救活 微臣尽力而为 余下的只能靠国君的意志力了 你速速下去煎药 一定要医好国君 微臣告退 行了 姐姐 如今这里又没有旁人 你我二人就不必再装了 看他这个样子 也就这两三日的功夫了 给他灌了药 等他清醒 赶紧让他在遗仗上签字用意 咱们的大事集成了 你也太狠心了 竟然为了杀他 拿上西齐和卓子的命 那两个逆子 原本就是我们的复仇之器 我一看到他们 那我自己所受的耻辱 他们的生死 跟我有何关系呢 若是西齐和卓子有什么闪失 我一定不会轻饶了你 你放心吧 太医已经看过了 他们两个还死不了 还吵什么呀 都到这节骨眼上了 多少大事等着我们去做 怎么还姐妹俩自己掐起来了 是你出的主意吧 原本晋侯已经允多 改离西齐为太子 你们何必多此一举 夫人啊 怎么不食好人心呢 就算晋侯愿意让西齐当太子 那申生他甘心退下来吗 申生愿意 下面的大臣军中的势力 又能轻易屈服 还有崇尔 宜吾 你们怎么摆得平 再说了 这晋侯今天能力稀奇 改天他又再反悔的话 你们又如何自保啊 所以依我看 这天下的事 无论大小 要不做 要做到底 要做什么事 你不做 要做什么事 你不做什么事 为了 你不做什么事 你不做什么事 我看得着 你不做什么事 前功尽弃不说 我们很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国君 你醒了 为什么 为什么寡人看不去 这殿内为何不点灯啊 殿内 已经点了灯 只是国君溺水时间过长 伤了眼睛 这才看不清的 你说什么 难道寡人 瞎了 太医已经用了药说服几日 先看看情况 国君千万不要着急呀 那西齐和卓子怎样了 西齐和卓子呛了水 虽然被救 可到现在还没有醒 神圣 溺水而亡 一无不知所作 只要虫而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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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 神圣 神圣溺水而亡 你 神圣 国君千万不要为那个逆子而上心啊 他是罪有应得 此话怎讲 国君 神圣 禀告国君 这是刚抓到的造船将 国君一审便吃啊 国君恕罪啊 小人 小人只是奉命行事 你说何人之事 所行何事 小人 小人奉 太子之命 在 在龙中休草时 暗 暗动手脚在洲底躁动 以泊白战斗啊 你说什么 国君 此次龙中轻浮 不是天灾 是人祸呀 国君哪 此等弑父杀弟 手段太过毒了 太子虽然已死 但必有同党啊 国君万万不可姑息 国君 必定要明察 现在百官和大军 都在都城 此地除了了了了禁军 国君身边无人护佑 我们母子 也身处险境 国君 一定要当即立断 袁伯帝 抓崇尔遗物 来见寡人 禀告国君 崇尔公子他 已经接手了太子手中的下军 现在又揪起一帮江湖人士 往行宫杀过来了 他们还喊什么 杀昏君 朱妖妃呀 杀昏君 杀老妃 立崇尔人之皇 杀昏君 杀老妃 立崇尔人之皇 杀昏君 杀老妃 立崇尔人之皇 来来来 杀昏君 杀昏君 杀老妃 立崇尔人之皇 大点声啊 杀昏君 杀老妃 立崇尔人之皇 杀昏君 杀老妃 立崇尔人之皇 滚逆子 立崇尔人之皇 立崇尔人之皇 国君 赶快下旨 若迟了 我们都没命了 立崇尔人之皇 杀老妃 宣伯弟 国君 你看看你 手又受伤了 没事 杀儿 放心吧 公子 找了一天一夜了 不能再这么找下去了 公子 先回屋休息吧 我没事 休息一下就好了 可是 我没事 二弟 你说吧 我可以撑得住 我刚才 我刚才 在湖底发现了大哥 他被沉船押住了身体 已经故去了 嫂子 嫂子 你千万别再难过 对了 杰雄 君妇 西齐 卓子 盈月他们的 刚被我们救上来的时候 就被两位夫人带走了 那盈月呢 她去哪儿了 公主 我把她交给两个假侍来照顾 刚才还在这儿呢 你真是糊涂 你怎么能 公子 不好了 公子 国敌围了太子府 带着人杀过来了 你说什么 国敌围了太子府 这是为何 听说抓了一位匠人 匠人公认说太子 暗中早传 谋害国君啊 人都已经死了 人都已经死了 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 他们还是不是人哪 看来我们此次来的屈卧 便已人终极 幕后之人假进龙舟 向我们发难 不仅要除去太子 还要向我们依王大歼 公子 此乃是非之地 不宜久留 咱们还是走吧 不 我不信军府如此糊涂 任由他们颠倒黑白 我要去免军 公子 千蔓 你可不能去啊 伯迪 奉得便是国君的旨意 他说得对 现在靖侯一定受人控制 身不由己 内有游师和离合 而各位大臣又都在都城 我们现在说什么 也说不清楚 还是先走人家 以徒来人 是啊 二爹 二爹 嫂嫂这是为何 还望二爹 一定要保全太子唯一的血脉 嫂子快起 快请起 好 那我们就保全自己 大家一起走 不 我要去陪她 我不可以让她一个人留在湖底 嫂嫂 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 孩子现在这么小 怎么可以没了七鸟 若是深圣表格在世 一定希望你们母子俩好好活着 秦兄 你赶紧带嫂嫂离开这里 然后出南门 我们在东华山见面 如果见不到我们 你们就直接去秦国 秦国君夫人 是太子的仰姐 他一定会照顾你们的 公子 那你怎么办呢 我跟紫玉兄 把他们引到北半 快走 来 公子 保重 吉江公主 保重 紫玉 照顾好公子 多加小些啊 子推 夫人 跟我来吧 快走吧 子推 小些啊 一路小心 公子 两位舅父 你们怎么来了 国君已经下令 博敌捉纳公子了 我们一接到消息就过来了 公子 我们自己的亲兵 已经快抵挡不住了 快走吧 快走吧 公子 好 走吧 快 快 便 走吧 抓住 手 可以 可以 快走 快掉 我们就埋伏了 杀 杀 杀 两位舅父 咱知宠儿有难 会及时赶来相救的 是有人给父亲暗送消息 称取我有变 父亲为防万一 才令我等待府兵 在城外接应 是何人给外公送的信呢 方才在黄土坡 是何人伏计了伯迪呀 不是我们的人 是谁 提前预料到这场变故 又是谁 在暗中相助我呢 不管是谁 也总算是老天开业 没有让恶人的奸计得逞 这次真的是生死劫难 比我们以往都要险 我们来时 都城内的兵马已有异动 恐怕这次风波 会愈演愈烈啊 情国 为ref 有 恶人 是我 志愿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公子既欲先得到侍寝 暗中逃脱也就罢了 为何要帮衬崇儿 崇儿以前救过我的命 并且我现在也不想让他死 可 多好的一个机会呀 太子死了 若是崇儿也死了 那晋国储君之位 必是公子无疑啊 于否 现在的君父 已经被那两个贱人把持住了 就算崇儿死了 那太子之位又怎么会是我的 还有西齐和卓子 那两个小王八蛋呢 太子之位轮不上我 崇儿不死 正好可以替我挡箭 我还能再逍遥一阵 岂不是更好 公子高明 倘若崇儿被抓 必是百般抵赖 倘若他就这么跑了 倒是背负了全部的罪名 可 公子 公子您就这么一走了之 似乎也不同吧 所以 您现在帮我 写一封信函给君父 跟他解释一下 就说 我受惊过度 现在已经回驱城休养了 驱城是公子的根基 先回去看看情势 再做打算也好 是谁在弄奸 我心如明镜 是我的 早晚是我的 所以我不急 日后 我一定让他们加倍还回来 您说你领了五百禁军 居然没有抓到崇儿 还让他跑了 国君恕罪 是伯弟无能 伯弟大义了 原以为崇儿公子身边 只是几个手无寸田的陪陈 又带着妇孺英统多有不便 必定成琴 没想到 狐眼狐毛两位将军 暗中相助 早有准备 还在城外奢福 这才让崇儿公子逃脱 你说什么 狐眼狐毛进来接应 还暗中奢福 是 那他 早有准备 看样子是早有准备 狐毛狐眼两位将军 所带兵马接来自都城 而且 还有一队人马暗中相助 伯弟这才中招 无功而返 龙中沉船事发突然 除了主谋 谁会与先知晓 崇儿居然与先安排人马 贴前对抗追捕 足见他早就包藏祸心 此次陈州弑君 他不是主谋 谁是主谋 而且 另外一队人马 恐怕就是一无了 他不是主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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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只是压力 劲 他不是主谋 com 自己是主谋 那麼寂寞和風 就這麼等啊等 重來 心痛還是心痛 天涯 有沒有盡頭 心如刀割海的暗淚 如果我是一滴雨 化作淚也為你原諒 天涯 有沒有盡頭 愛到滄海能回首 如果我是一滴水 結成被你也會感到溫柔 天涯 有沒有盡頭 愛到滄海能回首 如果我是一滴水 結成被你也會感到溫柔